第一堂课动作与批词 使用Focial进行影像处理时 会遇到反复固定指令操作 使用动作面板来录制这些指令流程 并替你执行 不仅将事情变得轻松了 又可提升工作效率 批词处理是录制动作后的延伸 是将录制好的动作建立自动处理 指定资料夹或快捷批词处理 一次处理再多的档案都不是问题